文章来源长安街知识 假成龙年即将到来 不仅国人翘首以叛 许多海外人士也乐在其中 很多人注意到 在一些英语表述中 龙不再被翻译为Dragon 而是Long 这里头有什么门道 其实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就有国内学者指出 龙和Dragon不宜互义 原因很简单 中华文化中的龙和西方语境中的Dragon 有着显著差异 中国龙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主要负责保佑一方风调雨顺 承载着勇敢奋进 活力无穷 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 相比之下 西方龙是海洋文明的产物 常在地中海东部 古希腊等地出没 兴风作浪 喷火食人 大多被视作邪恶的象征 在龙之心 梅林传奇 权力的游戏等西方影视作品中 都有这样的形象塑造 当我们以龙的传人自居 并对外宣传时 不了解中华文化的人 很可能产生误解 是否应当改一改龙的翻译 目前来看 争议尚未达成共识 有观点认为 将龙译为Dragon的最早确定者 是清朝时来华的传教士马里逊 几百年过去了 特别是随着中西方互动的增多 西方人早已知道 中国龙不等于西方龙 西方文艺作品中 也有龙的正面形象出现 再改翻译 反而让人迷惑 但也有大量反对声音 认为对于龙这样 承载重要文化含义的名词 有必要重新考量翻译问题 于是 Chinese Dragon Long等西译法 开始陆续出现 比如 2024央视春晚吉祥舞 龙晨晨的官学英文名是 Long Chanchen CGTN在报道 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时 把龙年译为Long Year 把龙舞译为Long Dance 究竟如何翻译更好 我们期待专业人士的深入研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争论背后的议题非常重要 中国如何跨越文化差异 传递可信 可爱 可敬的样子 回望漫漫岁月 从游记汉学到专业汉学 中国的形象 在外国人的眼里逐渐清晰 但必须看到 这种形象建构 伴随的时代背景 是西方国家的不断崛起 与中国的不断衰落 很多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目光 翻译中国的文化 带着一种对异域文化居高临下的审视 比如近代史上 别人就把我们表述成 黄霍东亚病夫 这样的基地之上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的 认知偏差甚大 今天的中国 已是国际社会无法忽视的存在 解码中国成为西方的一种刚需 与此同时 一些政客和媒体放不下傲慢与偏见 仍然热衷于污蔑中国 各种心态的杂柔 让中国形象呈现出多面性 反而让西方民众物理看花 再从我们自身的需求来看 良好的国家形象 是大国实力的重要一环 在解决了挨打挨恶问题后 强起来的中国 必须解决挨骂的问题 主动进行自我宣解 可以说 多重因素都在倒逼 今天的中国跨文化 讲好自己的故事 翻译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逐字逐句的应译 而更是一种 跨文化的主动表达和重构 让世界读懂今天的中国 需要宏大叙事 也离不开很多个性化 情感化的微观表达 Chinese New Year和Lunar New Year 哪个更准确 Ginger和Pitting Opera 哪个更妥贴 诸如此类的问题 绝非没事找事 实则关乎潜移默化的形象认知 期待这场异龙问题的讨论 能够激发更多人的思考